在庫存的是有大概800噸左右的 我們今年一起做剛收穫的稻穀 一包包米袋塞滿整個倉庫堆的約兩層樓高 這是桃園巴德的工糧米糙 以備不時之需可以穩定市場供需 利用這個刻度 那我們去推估說這裡的庫存量大概有多少 那平常我們來機查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這一個倉庫有沒有變動 那有沒有被移動的一個狀況 桃園巴德有六棟工糧米糙 共2500公噸的存量 主要供應的是北部地區 但台灣的糧食自給率只有三成 有七成是仰賴國外進口 因此若台海發生戰事 我們的糧食供應又該如何因應 一旦發生戰爭糧食無法順利進口 台灣的存糧究竟能吃多久 盤點國內到米截至8月底 工糧安全存量約76萬多公噸 民間庫存量也有約51萬多公噸 加起來超過100公噸 農委會說吃上一年不成問題 稻米庫存足但其他農產品呢 黃豆 小麥 玉米 糖 高粱 這些大宗穀物 我們主要都是靠進口的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國內的糧食自給率 會比較偏低就是這個原因造成的 所以我們最近這幾年 我們就在推動 鼓勵農民來轉做一些大宗的作物 我們提供獎勵 我們共請給3萬到6萬塊的一個獎勵 那輔導農民來轉做這些大宗的作物 黃小玉高度仰賴進口 大大拉低台灣糧食自給率 根據農委會調查 稻米自給率雖然達到110% 蔬菜水果肉類與蛋類自給率也有七成以上 但小麥大豆不到1% 玉米也只有3% 不過國人的飲食習慣逐漸由米食改為麵食 加上家禽與豬汁飼料也以玉米大豆為主 專家就指出提高進口糧食儲備才是當務之極 廣見高科技的戰備倉儲 然後大量進口 就是由我們業者去進口便宜的黃小玉 我們寧可花更多的錢 然後蓋最高科技的戰備的昌榮 來在港口等等 來囤積黃小玉跟稻米這樣子 自己說從國外進口等等 那我們糧商來搭配 這個是才最符合經濟的大道理 我們可能有一部分在思考的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就是把我們農業的那些所謂的副產品 就是像有人嘗試就是把乾薯皮或者是賣相比較不好的乾薯的話呢 就怎麼樣子把它去做發酵之後那一樣可以拿來當作我們序幕的這個飼料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但當前的糧食困境還有稻米生產過剩儲存空間不足的問題 目前台灣有八成的工糧都採常溫平倉儲存 但放在倉庫久了包裝難免破損 甚至變得不適合食用 學者就建議應仿效日本 未來全面以低溫統倉的方式來儲存稻米 這個技術的發展對我們非常重要 也是日本他們現在已經在積極的來發展它的救難物資 還有它現在也把這個米飯變成它的這個可以出口的一個強項的商品 就是因為它有這個最新的技術 接下來我們要面對的是全球缺糧與搶糧大作戰 如何提高糧食自給率並減少對進口農產品的依賴 是政府必須要審慎思考的重要課題 TVBS新聞 顏苑生 劉彥宣 桃園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拓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